丐帮一直都是金武侠世界中的天下第一大帮 尤其是在天文八部与射雕三部曲里 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丐帮与大多数传统帮派不同 他们虽以七套为生 行的却是仁义之士 他们虽是江湖门派 却经常以保家卫国行侠仗义为己任 每逢国家有难 都会积极地参与到跟外族的对抗战争 丐帮自唐末诞生 一直活跃到雪山飞湖时期 贯穿整个金武侠世界 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门派 这个过程也产生出了非常多的风流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金武侠世界中丐帮十大高手 仅有一人不是帮主 没有具体名字与世纪的不排 第十名 卢游角 射雕与神雕中的角色 原为丐帮不思大长老之一 属乌一派 是黄荣之后的丐帮第二十代帮主 是红黄鲁耶律斯大帮主当中最弱的一个 卢游角学武资质一般 因忠厚耿直而得到红锡公和黄荣青睐 在射雕时期 勉强能与欧阳峰对一招 神雕中得黄荣和郭敬词典 接任丐帮帮主之后 又学到了拳套打狗办法 武功上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 可以勉强跟蒙古小王子霍都 斗上几十招 不过最终成就只算是一个顶尖的二流高手 结尾前被霍都暗算而死 第九名 方东白 倚天图隆记中赵敏徽相决定高手 也就是赵敏口中的阿大 原是丐帮四大长老 因初剑极快 号称八臂神剑 武当山之战 方东白凭借手中倚天剑 与手持木剑 刚学太极剑法的张无忌 激斗三百多招后 被张无忌以木剑斩去一臂 因张无忌已称范瑶的剑数 略高于方东白 猜测实力跟施火龙伯仲之间 第八名 石火龙 倚天图隆记中 丐帮第24代帮主 外号金银掌 因修炼降龙十八掌 导致上半身瘫痪 黄山女称 石火龙习得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二掌 武功进入了一流高手经济 在手臂只全域九成的情况下 跟陈坤连队一十二掌 最后把陈坤打得吐血而走 这一段实力 绝对不会在名叫法王之下 因张无忌认为方东白不及泛摇 故而将石火龙放在第八位 谈点京武侠世界中 丐帮十大高手 仅有一人不是帮主 第七名 依律奇 神雕侠侣中 丐帮第21代帮主 是江湖上年轻一辈中 杨过之外的第一人 早年间得到顽童周伯通的指点 已经学到了全征派武功金钥 大结局前 凭一举之力 夺得丐帮帮主之位 得到郭敬皇龙二人传授的 祥诺十八掌与打狗棒法 新修版中 称叶律奇已经掌握了 完整的祥龙十八掌 后期成长值喜人 猜测成就不乎太低 只可惜年纪是个大问题 第六名 黄蓉 射雕与神雕中的重要角色 丐帮第十九代帮主 大侠郭敬之妻 一生武学颇为繁杂 主要却尽有打狗棒法 和桃花落银掌 曾与欧阳峰大战 十数招不分胜负 大圣关英雄大会上 在怀孕的情况下 凭借打狗棒法 戏耍一流高手霍都 后期又击败女魔头李莫愁 与李莫愁双战公孙志 十几回合后 承认单挑不是其对手 黄蓉虽不醉心武学 但武学博杂花招品出 常常能够出奇制胜 神雕中的定位 仅在蒙古三杰等人之下 第五名 谢峰 孝江河中 盖帮第33代帮主 正道是大高手之一 因为全书中 无出手记录 因此具体实力不明 毕竟正道是大高手中 固然有方正 冲须 这种绝世高手 也有于沧海 天门道人 这种水破 不过参考 《少林四约三战》一张中 谢峰曾用手指在木头上 刻字与方正交流 猜测其实力不会太低 后来正道三大高手 出战的人中没有他 猜测实力要略逊于冲须 和左冷禅的 应该是正道的第四人 少高于学辟邪剑法前的 岳不群 第四名 王剑通 天门八部中 丐帮第八代帮主 绰号 建然 是达口棒法 和降龙二十八掌的 重要传承者 年轻时 曾和少林派掌门选辞 在燕门关外 伏击 辽鼠山 大仗清军总教头 萧远山 结果被一举击杀了前去的 中原高手团队 二十一名当中的十七人 从细节上看 分析实力应该是不如选辞 但是也不会差太多 因为有降龙二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放生 猜测实力应该有 断言尽水平 盘点进入武侠世界中 丐帮十大高手 仅有一人 不是帮主 第三名 尤坦之 天门八部中 丐帮第十代帮主 尤坦之呢 应该是丐帮 令人帮主中 最奇葩的一位 因为他既不会 降龙十八掌 也不会打狗棒法 帮主之位 才当了几个月 就被拉下神坛 完全是一个 傀儡般的存在 尤坦之 因意外修炼 少林神族精 不幸化解了体内 冰残寒毒 还将体内寒毒 化为己用 偶然间 促成天下第一等 高深内功 丁春秋 完全奈何不了他 后来更是在 军山大会上 连杀十一名 丐帮高手 成为丐帮第十代帮主 邵氏山之战前 与少林玄慈 队长不落丝毫下风 后于乔峰单挑时 被打断一条腿 尤坦之 内功成就 可入天龙前五 但拳脚攻破了 这是阿子所受的一些 粗浅功夫 第二名 红七公 射雕运信传中 丐帮第十八代帮主 第一次与第二次 化山论剑中的 天下武爵之一 号称北丐 郭靖与皇人的师父 没人侠干一旦 为国为民 是郭靖人生路上的 重要导师 自称一身只杀过 二百三十一人 人人骑罪当中 身平未曾错杀一人 神雕侠侣时期 与欧阳风 打了四天四夜 最终拼的是两大巨伤 后又与其比平招式 一招天下武狗 把欧阳风想得是 一叶白头 瞬间老了十多岁 结局是与欧阳风 双双陨落在化山 第一名 乔峰 天龙八部中 丐帮第九代帮主 古学奇才 青出玉兰 加入丐帮后 立下无数大功 乔峰曾首敌段正纯 大战段延庆 段延庆使出浑身解数 连攻二十多招 结果连乔峰一块 一脚都没有碰到 之前中央之战 一招破掉 少林悬难大师的秀丽乾坤 轻松击败 悬难玄契联手 邵士山之战前 一招逼退 新秀老怪丁春秋 与丁春秋 慕隆复 尤坦之 互拼一招后 大战尤坦之 与慕隆复联手 藏金阁之战 一掌将 机械将神 扫地森打出血 射雕的旁败中称 北宋年间 盖帮帮主 削风 以此妖斗 天下英雄 极少有人能挡入 他的三招两式 气改刀式 群豪束手 每读到此数呢 不由的是 心持神网